国瓶妈妈杨月娥 月娥姐是孝心感动天 妈妈有三高 有失智 有糖尿病 哇 你是一路陪伴 在陪伴妈妈的时候 妈妈卧床 女儿也罹患血癌 所以你跟妈妈说 妈妈你要帮我 因为孙女现在身体有状况 你一定要好好喝水 配合看护 后来妈妈真的是不闹脾气 看到孙女出院回家 会比一个大拇指鼻赞 你是一路过来 妈妈的情况是 当时是如何 其实妈妈一直有糖尿病 然后她会 糖尿病的人会贪吃 爱吃甜的 为了这种事情 我经常会跟她吵架 可是直到她感冒 一个晚上变化很快 只是一个晚上 隔天我在看她的时候 血糖已经飙到800 多么的快速 所以送去急诊 插管机就回来了 可是她醒来以后 发现她被气切了 她非常不舒服 没听过我闹脾气 被吸吵吵吵吵吵吵吵 都比这样子 就隔了两年 我这样照顾她的时候 我又乌落偏逢连夜雨 我的女儿17岁罹患血癌 我必须要在医院照顾她 我妈势必发现我人不见了 所以我只好跟妈妈说 妈 拜托 这道理要听我 我其实不太知道 她意志到底清不清楚 可是我告诉她 我女儿生病的时候 她掉眼泪了 所以她是清醒的 然后我赶快接着趁胜追击 妈 你要好好喝茶 好好吃饭 好好睡 这三件事情很重要吗 非常重要 不喝水就卡痰 不喝水就尿道炎 不喝水大便就大不出来 就没想到我妈妈点头 掉着眼泪 可是我就很感谢妈妈 因为女儿治疗八个月的期间 我妈妈真的不吵不闹 我问看护说 阿嬷有没有乖 阿嬷现在很乖 她真的在帮我 所以卧病的人不一定一无是处 她真的可以帮你 不给你找麻烦 女儿治疗痊愈回家的时候 还给我比赞 真的很感人 我有一段画面是月娥姐 还到我妈妈笑 笑心感动天 VCR 我要唱给你听 青春娘来 准备 生人怕狗 生人怕狗 青春娘 照着凉夸 生人怕狗 我给你唱 你看到妈妈其实真的很听话 输了这本书叫做 不逃跑的陪伴 杨月娥的书 那个时候说 凡事就是学会不要太较真 什么意思 妈妈爱吃甜食 尤其凤梨酥 就会故意开玩笑 有小偷来吃 你知道因为其实 吃是非常好的享受 我如果知道 我妈妈后来 卧病七年 我会觉得我当时 真的不要为了吃的东西 跟她吵架 因为她后来 什么都吃不下去了 我叫她说 不准吃不准吃 结果我发现 我说 我吃了头铁 头吃一碗 头吃两碗 她自己就会节制了 就是说我刚才讲 不可以不可以 她跟我闹笔气 然后我让她自己 去拒绝不要吃 太多的甜食的时候 她要吃第三块 她就自己停手了 我就笑了 就怎么样幽默化解 我发现 好像真的不要太较真 要不然你会掉进 那个情绪 你会跟照顾者 跟被照顾者之间 失去的那个情绪的 好的氛围 很纠结 好 今天我们要告诉大家 是唐六碧跟诗志 她跟某一项元素 是有关系的 最新电视墙 有请今天的权威 许炳毅副作 我们今天看到 心肌梗塞跟诗志 恐怕跟幽门螺旋 感军是有关系的 为什么 副作 这个40岁的女性 她怎么回事 后来她治疗 两个月之后 血小板立刻升到 14万3千 就遇到有一位 40岁的一个女老师 她就常常会皮肤 容易出血来看诊 那她刚开始的时候 看我们的血液科 然后发现她的血小板 非常的低 大概只有4万4千 是大概正常人的 大概只有四分之一 所以她很容易出血 那在血液科 治疗了大概一年 没什么起色 后来那个血液科的医师 发现说 她读到一篇文章 发现说 这个血小板过低 可能跟幽门螺旋感菌 有关系 然后她就转介来 我的门诊 然后我给她检测之后 果然发现 有幽门螺旋感菌的感染 就帮她杀菌之后 血小板两个月以后 就上升到正常值 那现在发现 这种血小板过低症 如果幽门螺旋感菌 感染的话 把它杀掉的话 有一半的病人 血小板会上升上来 好 今天我们要讲 这个叫做 雅气垫浆救治 这是最新的应用 它可以治疗 顽固性的胃食道逆流 我们来看这两张图片 一个是血管增生出血 一个是止血 怎么回事 是 最近有遇到一个 62岁的一个男性病患 他本身有尿毒症 洗肾大概有三四年了 那大概三个月前 经常就是有时候 有解一些血便 还有头晕的这个情形 那 而后呢 他就来看我的门诊 那我们就把它检查 就发现 做了大肠镜的时候 发现他在这个 降结肠的地方 有一个血管病变 在这个地方 而且还正在出血 所以呢 我们就用一个 比较新的治疗 就是说 雅气垫浆烧灼素 然后呢 来烧灼这个 出血的地方 结果可以看到 就把这个 出血病变给烧掉了 一方面止血 一方面治好他这个 血管的病变 这一渐二股 五六渐四股 那如果说我们看到 这个肠道这边呢 有一个出血病变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胃镜呢 或大肠镜呢 贴近这个出血病变 然后伸出这个蓝色的 这个 雅气垫浆探头 然后呢 来做一个止血 这个 电烧的一个动作 可以看到 很快的 可以看到 有烧焦的这个情形 对 大家有没有闻到 烧焦的味道 有 这个就是一种 隔靴打穴 利用这个 雅气垫浆 隔这个壁面 大概0.5公分的地方 来做一个 雅气垫浆的一个烧灼 这样子的话呢 就可以达到一个 止血的一个效果 那这种雅气垫浆的烧灼素 目前呢 还可以用在顽固性的 胃食道逆流的治疗 那我们知道 胃食道逆流的这个病人呢 他主要就是有关 他的这个喷门 比较松弛 那我们可以用这个 雅气垫浆呢 把这个喷门附近呢 把它烧一个 接近环形的一个 一个烧灼 让它产生溃疡 那溃疡之后呢 它溃疡愈合的时候 它就会 结巴 收缩 就会把这个喷门 把它缩紧 可以达到治疗 胃食道逆流的一个效果 我是光文英 请到聚焦2.0 YouTube频道 进行订阅 同时到聚焦2.0 FB点赞 FB点赞 我们在说明镜做粪划